投資朋友 禮拜五好 感謝各位堅持支持靜責解盤 有各位的支持啊 我才繼續堅持 我想這是我們之間 彼此非常重要的承諾 親愛的投資朋友 相信您一直鎖住靜責的節目 這幾個禮拜天呢 甚至我真的有那個感覺 有很多的感嘆 也有很多的感想 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的希望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往往股票市場感嘆和希望 危機和轉機 都是黏在一起的 等一下呢 或許你會從我節目當中 看到認真負責 而且真實的這一面 順便啊 我們從希望開始講解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4123的承德 注意喔 我們手上還有承德 我們手上很多 這地方來講的話 重要的生計股 我們都會去關心 我們手上的生計股 我們一定會跟各位報告 我們手上絕對不是只有一檔基亞 基亞剩一半 我想我話講得很清楚 這句話等一下我們再表達 請各位留意喔 這代表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跟你承認了 承德半年賺了0.8元 去年只有賺0.36元 換句話說 今年可能成長4到5倍 如果我們用EPS來看的話 建亞呢 我們也曾經帶您在39塊7毛的時候 進去過 半年報出來0.49元 去年只有0.47元 等於說成長幾乎兩倍 這裡有這麼多西藥類股 我說過我今年最自豪的是西藥類股 甚至呢還有一些衣財方面的個股 包含像聯合股科亞伯等等這些股票 半年報都非常的亮眼耶 這讓我看到非常重要的希望啊 順便跟各位說一件事喔 由於今天生計股還是有利空 由於今天還有媒體繼續打壓生計股 我直接用這打壓這兩個字了 結果沒有想到耶 承德漲4倍 有沒有進去什麼獲利王啊 你今天看什麼獲利王有在漲嗎 沒有耶 什麼什麼紡織王有在漲嗎 跌頂版耶 注意喔 生計股你的表現再好 我說過藥材和所謂的衣材 還有西藥這個部分 所有的看法跟電子股 跟你一般評論股票完全一樣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說不定全市場都看得非常不好的時候 你回到本質回到基本面的時候 你反而找到一個未來最好最好的一個機會喔 當然了 因為我們這次進去的本錢比較低 我當然會告訴你 承德我們這個地方絕對還有 甚至呢今天來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雖然在節目當中 因為我比較會講生計 這你們承認吧 那麼因為很多生計股 大家都沒有像我做了非常多的 包含了我的教材 包含我的DVD 包含真正去請教生物專家 包含真正去工研院生醫所收集資料 很少人能夠像我這樣真的引經據點 講得幾乎是醫學系了 我常常講一句話 因為我真的很認真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也看到了 所以很多記者都來訪問我 但是注意啊 基亞只是我們操作過了很多股票當中的一檔 我順便在這邊跟各位說 請各位留意喔 下個禮拜會有很多 從頭到尾連一半都沒賣的分析師 有基亞的會曝光 我只能先暗示到這個地方來 而且他們可能只有一檔基亞 他不像我們是真的從生計股上面來看 所以我想誰在節目上是真的認真負責 誰是真的從頭到尾在幫你做真實的研究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已經心知肚明了 你下個禮拜可以看見 來我想今天先從這個地方 先跟各位來做分享 除了我自己個人的感嘆 除了我自己覺得說 對這個行業多少有那麼一點失望 有你的鼓勵又多了那麼一點希望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這一次我們既然在電視上 跟各位談到大盤 談到生計 談到其他方面的股票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要持續下去 要堅持下去 你說對不對 注意喔 大盤我今天還是只告訴你一句話 那麼在季線附近整理是很正常的 所以絕對在這段時間裡面 還有一個小小的高點 這是從K指標上面來做分析的 KD指標分析的 然後如果拉回來今天 我看今天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說 今天成德他的半年報成長八倍 也不會有人告訴你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你們發現嗎 來我們舉一檔股票當例子好了 大概全世界都有這支股票吧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半年報賺2.55元 來導播嚇一下字 各位看到沒有 續復賺2.39元 跟去年第三季差不多 兩個賺的錢差不多 各位看到沒有 我當然這個不是很好的比方 這個273塊錢40倍本益比 這個叫做生計股 總共12倍本益比 請問各位那個是40倍這個是12倍 憑什麼說生計股的本益比 一定比電子股高 所以我常常講說不要人云亦云 我覺得這一次我要表揚一個週刊 這個週刊叫商業週刊 那麼商業週刊裡面 你自己去看一下 他講的意思是說 這一次會使得那個生計股 他寫崩盤的元凶 其實是交易制度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會這麼寫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公開在這邊推薦各位去看這篇文章 因為這篇文章影響了 我們未來對於生計股 怎麼樣去讓他重新站起來 裡面非常重要的機會 但是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有人在低檔的時候 會給你雪中送炭 我也感受到了 有人到了你低潮的時候 會給你落井下石 我今天我也不點名哪一個雜誌 各位自己看一下 這是五月份的時候 五月初的這個雜誌 他上面寫 台股五月新主流 攝影師照進來一下 這兩個字叫什麼名字 你幫我看一下 還有各位來看一下 同樣他們關係企業的 這個人是4170新品 在7月4號那一集的 來攝影師再拉開一點點 在7月到7月4號那一集的 這個週刊裡面 這是4170的新品 新品也是生計醫療 那麼各位看一下 這是4170的新品 今年EPS目前公告出來 是負1.14元 順便你各位去看看 7月4號的那一週 是不是剛好在這裡 這樣的週刊這樣的集團 昨天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過這裡面已經有很多 都已經不太對勁了 第一個他說一顆藥 600億元不值 我說工研院生意所說 520到738億寫在這後面 等一下你可以去看 第二個各位看到沒有 來 他說這個治療方法才有效 這個不見得有效 所以今天也代衰誰 因為所有的新藥股 既然是新藥的話 就是不見得會很有效 注意喔 你說沒效的話 等一下我們要再講講看 其實你看一下 4147的中藝新藥 在南非已經救了多少人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說這個地方不見得有效 這個地方它可能是有效 這個地方不見得有效 新藥本來就不見得有效 期待學也不見得有效 所以我說這句話是有問題 你把它改成號頂 改成中藝通通都一樣 結果不小心今天謀殺了這邊的股票 他說這叫金星規劃的大騙局 說基亞沒賺過錢 基亞有賺過錢賺過2塊 賣號元的那一年賣10塊 本來賠8塊後來賺2塊 所以這個週刊其實我真的覺得 水準到目前為止 真的是寫得滿low的 因為假如你能夠指到說 一個真正的要點的話 我就沒話講 你說這個是金星企劃 不管 總之呢 你Pi88 如果你了解它的歷史 根本它不是基亞發明 它是澳洲普森生機發明的 後來由台大醫院 在那邊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的中研院院長覺得說不錯 基亞你哪來用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這叫持平觀察 這個週刊裡面寫了很多很多的漏洞 甚至你把它以前的文章 再拿來看一看的時候 你各位去看一下 這兩篇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 是個很大的諷刺 為什麼大家都是這樣 哎呀股票 注意一下下 這是5月份嘛 我順便告訴你一下 5月1號的時候 基亞是多少錢不好 週刊上面寫說 400塊以上的基亞不能買 這是5月1號 當時已經多少了 已經474塊了 看清楚 這是 這個週刊辦演講的時間 剛好在這裡 當時他們寫生技股風雲再起 現在寫大片局 我覺得 這麼有名的週刊 欠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欠我們所有投資人一個說法 對不對 我覺得我最佩服的是這位楊玉銘先生 他號稱生技業的張宗謀 在亞洲人當中 他是所有在整個羅氏大亞廠全球營運總裁 是最大最大的一個 所以各位 我覺得他今天的文章 你各位去看一看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說你投資這個 所謂是高風險 高獲利 這絕對是沒有錯 既然是高獲利的話 就會有高風險 這個地方他還是很慈名去講 另外他還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還是覺得說 基亞他們是很努力的員工 這是楊玉銘先生講的 你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有很多的資訊 你在回頭去想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手中的股票 為什麼人家這樣千方百計 想把你弄出去 而且在低檔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跟著落井下石 這標準的追高殺低了 落井下石 然後你去動 我回頭去想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我們幾個重點就出來了 第一個 到底生技產業 台灣還要不要 你還要不要 美國生技股真的大漲 美國NBI指數真的大漲 昨天是 昨天的美國大漲 你沒發覺台灣不怎麼漲 是因為美國是生技股大漲 結果我們台灣一槍把生技股打死了 當然今天會收黑 各位 各位在喜歡罵生技股罵靖哲的朋友 你知道你今天為什麼收黑嗎 因為美國生技股人家創新高 美國生技股人家安靜創新高 你台灣成德一樣是西藥創跌停板 我如果是成德的老闆 不是啦我只能這樣講 我如果是投資人投資生技的話 我現在真的很想坐飛機移民去美國 這樣好像沒聽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沒有天理了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帶各位做的股票 我們曾經跟各位 不能在電視上不能講帶你做 沒有這回事 曾經跟各位報告過的股票 曾經跟各位報告過的股票 你也說心要不會成功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當初四七四三合一的時候 你說不會成功 我說五十塊錢的時候 人家賣化療樣賺兩億 而且心要真的成功了 這時候你說 這不太可能會成功 所以跌下來嘛 這時候真的成功了啊 這時候真的成功了啊 你看人家全球股市回檔的時候 什麼股票在撐啊 結果我們自己 我就講一句話 美國心要也沒有EPS啊 美國本益比也很高啊 都是這篇文章裡面 所講的每個特色都有啊 我今天講實話一點 你如果單覺得說 基亞交易制度有問題 交易方式有問題 你單止基亞嘛 你不要把所有的什麼心要 全部通通都是騙局寫進去啊 你這樣不是把浩鼎也寫進來 把忠譽心要 何大一博士也寫進來 把張念慈博士也寫進來 把銀眼良也給寫進來了嗎 不是他 是他 這當然後面是不是有週刊跟週刊之間 打起來的問題 那不關我事 我只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們做投資人的 所有的訊息 你都要經過自己的判斷 包含我講的 我就這樣講 我當然會幫助我家族朋友判斷 你如果看這些文章的話 我不好意思說一件事 你真的可能買在7月 還可能買了這支股票 然後今天把它殺掉 就照這樣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還要再討論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 生技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在於說今天 楊玉銘博士所寫的 等一下再翻給大家說好了 他說其實這些藥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對人類是很大的浩劫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Pi88是現在全世界 唯一的肝癌藥物 說句不好聽的話 我們大家都有可能 都不要丟到那個邊 丟到的時候 你才會學會說 有一天你跟Pi88說得很害 很不好 咱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實說 大家都檢能檢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Yeah 我叫到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倩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建式 異建式 藏建式 半建式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絕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 集20零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TVD課程 民間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領富了市島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打鼓也是代用 我也只是個分析師 我的家族成員也只是投資人 我們只是沒有想到說 今天進來生計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們原本懷抱著一顆 非常崇高的心 非常願意支持我們國家產業 我們一起進來了 沒有想到現在變成 好像是個是非之地 今天什麼雜誌也來罵 什麼雜誌也來罵 我覺得真正應該去管管的 或許今天金管會 注意啊 有人說這個叫做所謂金管會 什麼什麼嚴管的條款 我們先看一下 我說你千萬不要去看那個媒體標題 媒體每一個標題都有目的 但是下面寫的字攝影師看過來 他就不能亂寫 生計業說你金管會要 所謂的加強揭露完整性 他們是樂觀其成沒有不好 但是他寫說金管會嚴管生計股 所以我故意把標題刪掉 所以我就說媒體你到底在幹嘛 你看不懂你就看不懂 你就寫你看不懂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答案三位寫的 藥名要庶民看得懂 這誰要求 當然是媒體要求的 PI88是做官 OBI822是做乳癌心藥的 OBP3010是不是 各位 要人家看得懂 乳癌你不懂 不然以後大家要幹什麼 甘得壯是不是 甘得到壯 還是盛得嚴是不是 所以我說過 其實我真的講金管會講這個 沒有什麼不好 人家樂觀其成 那今天到底殺什麼 甚至今天人家 生技業的張宗謀都出來講話 攝影師照顧來一下下 說實在話 新要開發永遠不敗 那才是奇怪 我們在基亞世界中 肯定科學人員 研究的努力跟耐心 不能一位子責怪 從他們失敗中而學習 而鼓勵 我想這個部分寫了很多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基亞也有必須要譴責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講 那我還是必須要這麼講 來化療樣 總看過廣告吧 十幾年前 我看過很多癌症病人 我不要講 好啦我父親了 他們在手術之後那個痛苦 後來如果當時有化療樣的話 我寧可那些朋友還有父親 他們走得輕鬆一點 快樂一點 至少不要吃不下睡不著 化療樣讓你吃不下睡 吃得下睡得著 多少年前你也說他完全不可能 這一段的時候你也說 那不可能的事情 安程藥 至少這個專利和解叫做成功吧 在哪裡 注意喔 在這一段 在這一段 雖然他現在跌破了 現在跌破是因為你很悲觀 他這裡會跳功漲停 是因為他的確這個專利和解 還有這個所謂 Ado的新藥 Linderm 這個代裝砲枕的藥是成功的 所以藥是有成功的 那為什麼某雜誌敢寫說這個藥一定無效 真的無效嗎 你要寫的話 恐怕要先找二期的來寫吧 二期的誰 HIV 中育新藥的肌尾酒療法 說絕對沒效 但是各位 肌尾酒療法 你注意喔 等一下我要告訴你 什麼叫有效無效 有療效沒療效 差一個字差很多 讓南非的病人多活了10到12年 這是何大一博士為什麼會拿到1996年 美國風雲人物最重要的情況 所以其實在南非有這些艾滋病人 他們已經在吃這些藥了 那問題點在什麼地方呢 各位注意一下 問題點說他到底要不要大量量產 這現在還是二期喔 吃的有效叫做二期 這裡有人挖了 本來全部通通都要死掉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本來全部都可能要死掉了 可是我們吃了之後 有人多活了這麼久 來看一下注意 這個時候的PI88 跟GR一點關係都沒有 剛才病犯有福了 攝影師照進來 2007年4月16號 國內台大醫院醫學中心 和一家藥廠合作 那時候還是澳洲的普生 是澳洲引進抗癌性要PI88 這時候還沒提到任何什麼什麼 什麼GR不GR吧 各位看到沒有 的復發率從5成降到3成 這個3成7 這台大來攝影師再拉開一點點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PI88的話 術後根本無藥可用 其實你現在假如 有身邊的朋友得到肝癌的話 醫生會叫你要不要吃PI88 所以他是有效還是無效 你說心料全部都是騙局 這是雜誌寫的 所以按照定義有人活下來 就叫做有效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答案是這個嘛 注意哈 剛才我們講的PI88 和你所看到的所謂七尾九療法 HIV 這些所謂的中癒心藥的心藥 他們叫做安全 讓你覺得有效 有人活下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有人活下來了 然後到了第三集怎樣 要安全跟療效 療效是什麼意思呢 是很有效 而且有很多人活下來 我現在直接講 你用無效這兩個字來定義的話 絕對否定了我們所有的努力 吃PI88 我講白一點好了 我今天不是機甲代言人 我只是用很簡單的方式跟各位說 從台大醫院這個報告 就是你有吃有希望 沒吃不見 沒吃可能就比較糟糕了 就像你這個雞尾九療法的藥 有才有希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現在要讓他大量量產的話 他要強調說很多人吃了都有效 你現在在驗證這個過程 還沒過你就說再見 好啦不講那麼多 來各位注意一下 有沒有說一期二期沒過關 三期過關 哪百零其實在日本已經用了 這個東西叫做保齡心耀1760 我不知道有時間看嗎 各位看一下 1760注意喔 這一天最高價是427塊錢 427塊錢 最低價是350塊錢 所以你早上一起來發現說 藥證竟然沒拿到 是台灣沒拿到 我告訴你日本人已經在吃了 你不會給他寫無效吧 親愛的某雜誌好不好 你早上給他賣掉 下午就給他接回來 因為上午是427 跌到350 跌了三成了 你就把他接回來 於是他就沒有賣不掉的問題了 懂我意思了沒有 4147的忠育心耀 來 這裡震盪一天多少 這裡震盪三天下來震盪40% 漲回去也是40% 所以你在這邊賣掉 這邊把他接回來 然後又回來你又賺錢了 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就是跟你講這樣子做 我就是跟你講這樣子做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他們沒有漲跌幅的限制 所以你可以高出可以低進 懂我意思了沒有 他可以高出可以低進 問題來了 他們沒有漲跌幅限制 一口氣跌三成 開玩笑我早上賣掉了 我下午不接回來 我皇字倒過來寫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他有漲跌幅限制 一早起來說 我至少要先掛跌停板 結果所有人全部掛這裡 就慘了 就卡住了 再全部掛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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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高出 當然沒有辦法低進 就全部卡在那裡了 不過我還是強調 這裡我們有賣出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歡迎你來查 通通沒賣的 你下個禮拜 自然會跑出來 我就告訴你 什麼原因 我下禮拜再講 你說老師你怎麼講那麼神秘啊 我好期待 這種壞的事情不要期待 我只告訴你說 下個禮拜 有機不講話的人 全部都會跑出來 我想我們直接跟各位講一件事 同樣的制度不良 不影響心料的基本面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你明知道你是有漲跌停板限制的話 我認為公司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也沒什麼關係 誠信最重要 我們這裡通通有出一半 出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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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貪婪 因為我們有出的話 怎麼可能算貪婪 但是我認為 基亞公司至少應該講什麼 他至少欠大家一個說法 或者欠大家一個道歉 那麼你既然已經知道你的公司 是有漲跌停板限制的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商業交易周刊裡面 所寫的相關部分的內容 既然你知道你是有漲跌停板限制的 任何一個有漲跌停板限制的 連續跌停板 你公司都應該想辦法用庫藏股 用各種方式把它打開 因為不流動 我講句最好笑的一點的話 雜誌來說什麼坑殺 從頭到尾沒有賣怎麼坑怎麼殺 我告訴你啊 你要坑殺你要 我還可以坑讓人家跳進去 結果從大股東到現在 我只能用兩個日行 全部停在那邊 當機在那邊能幹嘛呢 今天我講實在話一點 說不定金管會生氣就生氣這一點 說不定主管金管會生氣就生氣這一點 你今天你張士忠董事長不能再說 你講不好一定一點的話 人家為什麼嫌你 有嫌你不好 嫌你有內線嫌你什麼 嫌你一大堆 嫌你祖宗八代 因為你的股價長這個樣子啊 你看人家股價長這個樣子 不管他對或不對 就沒人講他話了 好啦我沒有激動 我只是把事情快一點講完 歡迎所有朋友來注意喔 需要跟半年報還是大成長的 我認為這地方介入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的大 歡迎你想盡辦法 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還是會把最好的 生技股的資訊 還有我們台灣的所有的資訊 跟各位來做分享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除了負面 速度適合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備備 戴 神水器材輕鬆省 查露一滴也不浪費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